吃苦放下 其实,学佛就是磨练自己的意志 我们修心人,一生要面对两件事 一件叫吃苦,另一件叫放下 不吃苦,你就放不下 能够放下的人,都是吃过苦的 举个简单例子,谈恋爱的青年人 感情上没有受过挫折 他是不会放下的 一个男孩子非常执着地拎住一个女孩子 等到他看到女孩子有另外一个男朋友了 因为刺伤了他,他才懂得要放下 所以,做人也是这样 人一生都会碰到磨难 痛了才会放下 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宵夜才懂得放下 我们活在世上,有太多事情要承受痛苦 不痛苦就放不下 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圆满 每个人都必须要吃苦 就算他再富有,再富贵 他也有他的苦难 吃苦是人生的常态 学会放下,需要勇气 学会吃苦,需要毅力 放下太难了 还需要智慧和胸怀 人不能随夜而生 随夜而灭 所以,修行人 就必须从自己吃苦开始 懂得吃苦才能消夜 认识自己今天所受的苦 使人生必经之道 人的一生是磨难 人的一生是磨难 放下潇洒,不出汗 不吃苦来哪有甜 富贵最后也没钱 吃苦宵夜都不欠 心进心中 把佛见 总结苦难的根源 因为你在人道 要找到灭苦的方法 只有自己改变贪嗔痴 并弘扬离苦的佛道 你才会知道 投人道基本上都是来受报的 对修行人而言 每一分苦难都是为自己消业账 和为众生积攒的资量 能够经得起苦难的人 就会经得起百般磨炼 他一定有机会在修行道上 能放下 能解脱 其实 人生苦难有很多种 很多人 在学佛前 因为自身的无名 在迷惑颠倒中 吃苦 当时年轻气盛 身体和心灵都受报的时候 虽然消了点夜 但你如果现在想起来 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吃苦 不学佛 不懂消夜 还是心有不甘 愿天尤人 造下更多的业障 当时 年轻只怪自己 怎么这么没用 年轻时候 吃的苦 会让自己变得 更加的执着 因为 你根本不理解佛法 中年时期的吃苦 是在逐步 明白人所受的苦难 是必经知道 必须要改变 虽接触了一些佛法 但还是带着年轻的执着 对佛法的迷惑 拼命 想冲出一条解脱之道 到了最后 越来越迷惑 越来越颠倒 承担了 承担了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才明白 人 是这么苦啊 人 不管做什么 都不能圆满 只有坚持 念经学佛 才能解脱 所以 如果家里有人修心 就是他的佛缘 家里 有人坚信佛法 他的孩子 才是真的 有缘众生 烦恶 烦恼现前 定生会 挫折面前 显高贵 越过磨难 懂放下 放下才能 命运换 因为 只有真正的理解佛法 才能知道 曾经的苦难 过了就永远没有了 曾经的痛苦 忘记了就没有了 真正理解 过去不可得 以后 永远不会再受这个苦 就不会再痛苦了 但是 不学佛的人 就只会在 痛苦的轮回当中 继续再受苦 等到跟着父母 学佛后才知道 每一分的努力 承担和付出 不是苦 而是责任 只有把这份责任 记在心中 只有承担和付出 直到缘分 转换成善果 你才能出场 身心祥和的果振 自不作孽 自不作孽 无人受 自不称恨 无人奏 自不贪心 哪来痛 自不愚痴 哪来苦 自心不去 乱造阴 此生哪来 烦恼果 当你明白了 吃苦 就是宵夜 当你明白了 不去噪音 哪来的果 你才会感应 殊胜的佛缘 你会突然觉得 没人搞你了 生活的环境 清净了 生活顺利了 其实 没有人跟你搞事 是因为 你不跟人家搞 你环境清净 是因为 你不贪了 生活顺利 是因为 你不造恶了 所以 好好修心 依教奋行 明白学佛修心 真实的利益 你就尝到 出国 放下极度 烦恼 贪婪 称心 和争斗 你当然 身心祥和 你当然 就会在人间 平安 顺利 没有 很多的烦恼 学佛人 要懂得 吃苦 学会 放下 就应该知道 如果自己 做错一件事情 马上 马上 要承认 要忏悔 而不应该 生气 发怒 因为 这样会使自己 在原来的错误上 更加深 自己的错误 大家 想一想 多少人 吵架 打架 不就是开始 为了一点小事 双方 不肯承认 错误 最后 打得 头破 血流 夫妻 也是这样 双方 都不肯 承认 错误 最后 闹得 离婚 这是非常 不值得的 事情 所以 有错误的人 要知错 能改 知道自己 已经犯了一点错误了 要安静 要定得下来 这样 慢慢消除了 第一个错误 你就不会 再犯第二个错误 就不会 在第一个错误上 加重 原来错误 所造成的 严重性 念经学佛 不会苦 苦尽甘来 才会甜 不苦哪会 珍惜甜 吃苦 消夜 一瞬间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